为了提升花东地区交通便捷性 交通部公路总局提出了台九线 花东纵谷公路安全景观大道的计划 针对花东纵谷交通大动脉台九线进行拓宽 增设外环道以及道路优化的工程 不过近来却被当地民众反映太危险 发生多起交通事故希望能够改善 立委傅昆吉、交通部长王国才、县长徐振卫 以及各地方的局处首长 前往光复、蕊瑞等拓宽区域进行考察 共同讨论交通安全提升的方案 其中王国才表示 这项计划的目的除了美化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安全性 为了提升花东地区交通的便捷性 交通部公路总局提出台九线 花东总部安全景观大道的计划 针对花东纵谷交通大动脉台九线进行拓宽 增设外环道以及道路优化的工程 不过竟然把这个现金修顺之外 那我们的上购决 我们阿生多起的交通事件 希望能够改善 立委不关协议交通部长 所以我们现度委会应该是 以各地方局处首长前往光复、瑞瑞等拓宽区域进行考察 并且以正对容易照射设计的比较宽 而且我机会有虔诚的来做 所以现在这个大家 没有中央分隔带没有原始的部分 我们就全线来设置钢板误览 那另外在路灯上面 我们也会做一些配置的一个调整 把路灯往内侧 以大概一米左右 让路间可以增加 以增加所谓容错空间 另外立委傅昆锡更是提出 太多民众反应的危险性 所以在复原至瑞北路段交通安全提升工程 脚步一定要加快 防撞钢板 而且这是症状 它都有凹陷的容时度 就是不能整个这样冲过去不行 症状都不能冲过去 所以它是非常有弹性的一些钢板 所以确保用路人的安全 虽然说拓宽工程完成马路变宽了 但是许多用路人却反映 路反而变难开 王国才表示这项计划目的 除了美化 更重要是安全性 台九县花东重图 安全主观大道 当时的想法是说 这里不只偷宽 也希望把警官换进去 那第一个 如果顾了警官没有顾到安全 我觉得这个公共总局 我们一定要把它全是修正 安全还是始终地利 台九县瑞北段中央分向绿带 为了提升行车安全 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公路总局以安全景观人本身太为考量 将导入容错设计 踩钢板护栏 并且调增内路间缓冲空间方式来处理 预期可以降低事故发生 以及减轻事故严重性 另外也踩自民事设计理念 增加相关警示设施 提供用路人更安全 更友善的用路环境 记者高双双瑞穗采访报道 所商业应该是不减少 稍后所有人的关系